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今天早上 香港和台湾的媒体的朋友来问我 说中国的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已经被双规 他的家人也一并被扣押 我就说这个消息啊 连查证都没有什么必要 虽然抓不抓 对于李源潮本人来讲的生活状况 对他家人来讲 当然是有天样之别 但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对于一般官员来讲 商界来讲 李源潮实际上在十八大的时候 他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 那么实际上呢 就一预示着他当时已经出了问题 虽然他在民意上仍然是政治局委员 甚至是副元首 就是主席 国家元首 中国民意上的主席 是习近平 但是这个副元首是这个李源潮 但是在十八代的时候我就曾经讲过 我说习近平反正有一个总书记办公室 但是这个国家副主席的即使人的办公室都没有 下面他完全不知道管谁 对吧 除了去参加商事 去出席了这无关称扬的活动 那基本上他就没有什么事 然后十九代的时候 李源潮没有能成为中央委员 像前政治局委员刘七宝和张俊贤 虽然是政治局委员 但是被拉掉了 还保留了中央委员 至少在面子上还有一个中央委员 这么一个头衔 那么李源潮都没有 所以 大家都说 如果他能够就此退休 已经是无名头夫了 如果被抓了也不足为奇 因为呢 关于他在十八大之前 和令计划一起参与 采访一些所谓的党内投票选举 进行了一些人事上的安排 被认为是有政治野心的表现 一段传闻说 他们把习近平拉下台 最后是令计划来当总书记 然后李源潮来当总理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令计划已经被抓了 而且被判刑了 但是呢 就是他的罪状 是不是真的是有政治野心 是不是真的结成了四人帮 或者是五人帮 是不是真的有计划把习近平拉下台 这件事情始终都是有很多谜团 因为中国的司法没有一个公正的独立的审判 人们没办法拿到真实的情况 只有几十年以后 又把它翻过来 人家都发现原来都是冤假错案 从五十年代到现在 基本上每一次政治运动 拉下的中共的元老 过一段时间 都被证明的是冤假错案 我相信 站在令计划他们的角度里 讲的很多东西 当然是欲加之罪 这完全是中国没有独立的 令人信任的司法所造成的 那对于李渊潮来讲 我们的节目实际上在点点今天 是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我也一再声明 我跟李渊潮的小学同学 中学同学 大学同学 团长的同事 可以说是都有更多熟悉的朋友 那么一般来讲 他的同学 跟他同事的人 在团长同事的人 都是对他印象不错 他早期实际上从江苏还是什么地方去查德罗夫 好像是江苏 不是浙江 也不是上海郊区 后来回到上海以后 他其中主要就是想当一个老师 他家里就想当一个老师 他的几个姊妹也讲 哎呀 这个元朝哪里想去当官啊 对不对 就想当一个老师 虽然功能兵大学生读的就是上海什么师范学校啊 他是巴东师范学校一个功能兵学员 后来有了正式考试以后呢 他就成为了复旦大学塑学系的学生 那么他的同伴同学就跟我讲 他就是到了晚上 夜中习了 夜自习的时间结束了 他还跑到外面去这个 那个校园里面那个分岸的夜中之下呀 还去读书 他当时就想考这个当时的复旦大学的校长 苏不清的这个研究生 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一个命运完全改变了 使他也屈服于这个 李源潮这些兄弟姊妹的这个意料之外 这个时候就是胡耀邦的一个老战友啊 也是红小回时候他们的战友 就是少年少年什么中国啊是什么啊 这个叫陈培显啊 他和胡耀邦关系很好 那胡耀邦后来掌权以后 就是对他就是表示了这个信任 表示信任以后呢 他也开始了这个布置安插自己的 安排自己一些人马 因为他在上海滑动工作的时候 这个人与关系不错 所以他就特别的对这个上海的 几位这个老战友的子女啊 进行了提拔啊 其中就是包括这个公安部的第一副部长啊 早期的公安部第一副部长 叫梁国军 他梁国军的儿子梁平波 一个就是这个曾三的孩子曾俊宏 一个就是李干成的孩子呢 就是李源潮 李源潮的父亲当过上海市副市长 那么梁平波的父亲当过公安部这个副部长 那么曾俊宏的父亲当过内务部部长 那曾俊宏的父亲当过官比较大一点 但是梁平波的父亲当时候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公安部第一副部长不是现在第一副部长啊 那个全力打资给老 梁平波后来在浙江的时候成为习近平的这个副手 但是他在政治上的野心并不大 兴趣不大 他有兴趣都是在美术方面 所以他是当了政协主席 那么就是军心好像搞美术学院 平安着陆 那么曾俊宏都知道后来成为了中共最重要的 拥有权力的人物之一 也当过国家副主席 但是他这个副主席吧 跟李源潮的副主席的韩金量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甚至一度以曾俊宏的势力来讲 还想一度去在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的时候 要取代胡锦涛成为党的总书记 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也对曾俊宏抱有很大的期望 当然也有人说曾俊宏是中国党内的一个野心家 他也涉及到对家庭对家族的腐败也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 但是不管怎么样曾俊宏在中共权力体系里面所进行的布局 至今仍然在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比如说现在大家讲的王滬宁 大家支持的三对地是什么江泽民啊 什么胡锦涛啊什么习近平 实际上王滬宁当时候 从复旦大学后来能够到中央办公室工作 并不是江泽民把他提拔上去的 而是曾俊宏 可以说曾俊宏把王滬宁扶上到今天的政治局常委 更不用说在其他的领域里面 那曾俊宏的人嘛 可以说是一点都不遗憾于胡锦涛 也不遗憾于江泽民 尤其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有一些案发的人 已经都不要打了 也离开了现在的任职的职务 或者是有的都已经离退休了 而曾俊宏所案发的很多人 仍然在中共体系里面扮演一些角色 现在不清楚曾建宏和李源潮的个人关系怎么样 但是曾建宏退出这个组织人群体系以后 主要是扶持了李源潮作为中总部部长 另外来讲他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而且李源潮他在中总部部期间 那么比后来担任中总部部长的赵乐际和现在的中总部部长陈希 都表现出更勇敢的更大胆的改革开放的嘱讽 所谓的党内民主 即使曾建宏提出来的也是李源潮进行落实的 那么这种党内民主有时候可以运作成为一种权力的运作能量 所以说所谓的党内选举被认为是一种后来想去摧毁习近平接班的计划 所以有时候民主在一种不完事的地方 它很容易成为一种工具 即算是在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社会 民主其实也是可以被利用被操控的 并不是那么完整的清晰 而且呢就是这个 而且呢就是 即算是通过民主选举 后来人们发现总统或者被选的领导员有很多问题 但是也通过民主和法律的程序 把一个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拿到权力的民主的领导人下台 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在中共的所谓党内民主 我认为从来就是一个玩笑 因为党内民主跟我们所看到的比较成熟的西方的民主 那是简直是完全不 你一个意义上不在一个类别上 反而这种党内民主更容易被野心家所操纵 更容易制造这个体制内的问题 我觉得所谓的党内民主这种说法 根本就错的 民主就是民主 它就必须是公开化 必须是成熟化 必须是有公平的选举的这种规则 而且这种规则是被监督的 是透明的 很显明中共的这个所谓党内民主 仍然是黑箱里面的作业 就好像党的民主选举机制一样的 什么叫民主集中制啊 有了集中哪里还有民主 但是中共的这个体制 它就是不能不累 把很多东西揉在一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李源潮在推动党内民主的时候 被人家就是认为是政治野心家 或者是利用了这个政治民主 你也不能说完全冤枉了这个李源潮 那我们最开始就是报道了李源潮在18代的时候 没有人成为政治局常委 李源潮一度还是很生气 实际上呢 我对李源潮一直抱有很大的同情 而且李源潮从1989年六四的表现 和他一贯的表现 这个人还相对来讲是比较开明 当然权力越来越打 关注越来越打 也有一些官僚的嘱讽 尤其在他的小舅舅方面 他的小舅舅高建前 虽然在六四的时候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但是他在后来有多大的程度 来利用他的大舅舅的 利用了他的姐夫 就是高建前利用他的姐夫李源潮的权力 我们自己谋了私利 这个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听说高建前呢 现在人滋留在海外 这个对于李源潮来讲也是很不利的一种情况 虽然从安全的角度来讲 要把高建前拉回去 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李源潮在19代的时候 就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他虽然还是国家副主席 但是他的 他的 几次重要的活动都看不他的阵营 所以这个时候 传说他被拿下来也是可能的 因为早一段时间香港特首去北京 他因为参与了港澳的领导小组的工作 按照他来讲 他是应该的出席这个活动 但是他没有出席这个活动 有人就猜他可能出事了 其实出不出事这五年来 大家都有充分的心理的准备 所以李源潮抓不抓 对整个官场 对整个商场 对一般老百姓都不是那么大 但是 对于新上来的中纪委书记也好 对于习近平来讲 他还是要在19代以后 把出一副技术大老虎的一种姿态 但是之前的周永康是个死老虎 令计划严格意义上也是个死老虎 那么现在李源潮实际上也是个死老虎 我是建议习近平如果真正有胆量 真的想反腐败的话 应该抓几个真正的大老虎 至少是常委层次的 或者是刚刚退下来的常委 或者是还在台上的常委 那种震撼都完全不同 李源潮这个事情 并不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不过我这几年 会做一个比较 比较重要一点的分析吧 点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吧 让大家感觉到又故意拟一下 就是这几天我会做出来 今天因为大家可能过节吧 也没有太多心情听节目 我当然是有时间 我看看书啊喝喝咖啡啊休息啊 今天对我来讲 当然我还是工作了很多 今天就先做一个李源潮的这么一个节目 我节目的最后面 我还是有抱一种希望 希望李源潮的平安着陆啊 退休拉到 看能不能习近平放过他 希望这个传闻不是真的 但是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主意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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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